姐弟恋年龄相差两岁,相恋多年中结婚却难以怀孕,中年中霍龙凤胎。 现在社会中,很多女性怀孕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对于在娱乐圈日夜把拼的女性来说,就是因为这种毫不顾忌身体的拼命工作,导致了身体上的内分泌出现紊乱以至于怀孕变成了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 早在许多年前,大S在一档综艺节目上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了,保持苗条的身材有利于继续在演艺圈良静发展,但其中却免不了要遭受数不尽的折磨。 就拿最近一档夫妻节目来说,嘉宾程丽莎就直言自己为了能够怀上孩子更是打了几十上百针。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女星也是一位怀孕不易的女星,她并不出名,叫作颜佳乐。 可能你听都没有听过这位明星的名字,不过其实她还是有很多作品的,她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演员,比较让人熟知的就是命中注定我爱你跟篮球活等电视剧。 这些电视剧都是在多年前曾经大火的剧,不过可惜的是她只是在其中出演的配角,而且也并没有因此而活起来,所以在视野上的名戏并不是很大,就生活感情而言她有一位比自己小两岁的老公,叫作迪志杰。 迪志杰同样也是一位并不著名的小演员,她的作品相比自己的老婆还要更少,不过在长相颜值上,她还是比较拔尖的。 而且如果你有看过她参演的角色,你会发现演戏确实还是在线的,她有演过《八号风球》的《爱恋》、《饭团之家》等剧。 两个人因为是一对姐弟恋,所以并不是那么被人看好的。 两个人跟一般的小情侣相同,生活中小吵小闹,分分合合。 不过在相爱整整七年以后,两个人最终还是修正了正果,一同携手踏入了婚礼的殿堂,实属无意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事情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大部分人结婚都是希望能够传宗接代的。 对于两位相恋多年的老夫老妻而言,就更希望能早日增加新的家庭分子,感受一家作为为人父母的快乐。 但是偏偏偏造化弄人,越是希望得到就变得越让人措手不及。 虽然两人一直十分的努力,但过了多年就是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期间试过了各种方式方法,有去喝中药补身体,也有换西药打针等等。 但都没有成功,两个人也内心也是特别的难受和可惜。 虽然一直没有身孕,但是严家乐并没有放弃自己,她仍旧常年保持住良好的作息,并且该怎么补还是怎么补,为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发生奇迹。 为此,她甚至还迷信地去寺庙里求过,其实她也怕疼不敢打针,但是为了能够有一位属于自己的小宝宝,她忍受了数百针,终于在中年四十多岁的时候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两个宝宝,实在是难得不易呀。 在哪里? 在哪里? 闭上 我好 我好 我好